李廢 李廢現在結束整個俄烏 和平之旅 他離開 離開歐洲 實際上很多的問題 被問到根本上沒有辦法解決得到 中國的沃蘭問題特使周李廢在星期五結束 歐洲之行返回北京 李廢借這個機會說 有很多困難正在阻止俄羅斯和沃蘭 在目前的情況之下開始和平談判 俄羅斯對李廢的指責 烏克蘭是障礙 俄羅斯對李廢說 俄羅斯不接受各地凍結俄羅斯佔領領土狀況的停火談判 這次李廢或者習近平簡直就是觸從 李廢告訴新聞界聽 國方目前坐在同一張桌上 舉行和談方案面臨很多的困難 但是李廢沒有進一步究竟說困難的細節 李廢說 交戰各方並非沒有共識點 他說雙方並沒有完全關閉和談的大門 他繼續指 他認為西方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發揮了有害的作用 他說如果我們真的想停止戰爭 拯救生命實現和平 我們不應該把武器送到戰場上高 李廢還說烏克蘭的危機如何發展到今天的地步 其痛苦教訓值得各方深思反省 這位特使還暗示一個新的中國代表團 可能會訪問歐洲 但是沒有給出一個任何的日期和訪問團的細節 但是他說這個只是第一次 但不會是最後一次 五月底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在莫斯科與李一強會晤的時候談到 李廢會面的時候談到 談到為衝突找到和平的解決方法 嚴重的障礙 而烏克蘭外交部長 庫萊巴幾天之前曾經告訴中國特使 幾乎是不會接受任何涉及喪失烏克蘭土地凍結戰爭的建議 而根據報導稱 作為莫斯科的親密夥伴 中國從未公開譴責過俄羅斯入侵 2月北京提出一個結束戰爭的十二點計劃 西方對此持有懷疑態度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3月訪問了莫斯科 象徵性地支持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反對西方 這個消息沒有提及李廢是從何時 從歐洲多國訪問最後一站 俄羅斯回到中國的 即是以上的報導呢 其實說了 而到最後一站 烏克蘭一個叫做靈魂的敲文 你說要和談 那麼現在我們失去了的土地點先 李廢是當場答不到的 你說的和談 那麼現在我失去了的土地點先 作為一個主權國家 維護國家領土的安全和主權 李廢有什麼可能答得到 因為這個是一個侵略戰爭 既然是這樣說 即是說你基本上就是百行 而最重要的是百行不要緊 還連累習主席在整個歐洲的面前出仇 為什麼你說你要做和平之旅 怎麼樣和平法 是不是要烏克蘭出賣主權 如果不是的話 那為什麼你不要俄羅斯拿回 克里米亞和烏冬地區出來 你的立場在哪裡 就是說最重要不要打 跟著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土 就可以完全淪在他國手上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是說侵略戰爭是得到容許的 而你本身就是聯合國的理事國 那我問你你怎麼可以解釋得到 這次其實歐洲從來都是講一下 明期現觀紀行 說中國在俄烏戰爭 希望發揮到積極的作用 但是你看到普京 你連提出這些問題你都不敢 這樣只會令到歐盟更加清楚 就是說中俄兩個是相結合 烏克蘭在這裡的靈魂敲問就是 你的和談是不是要出賣烏克蘭的領土 沒有一個國家除了俄羅斯 是會回答這個問題的 你這樣對人 就是說人家打你仗你要不反抗 不停地在這裡模糊焦點 最壞就是美國老頌武器 當一個弱者被一個強大的敵人在這裡侵略的時候 你就叫那個弱者不如這樣 是不是 他拿了你的饅頭脫掉你的衣服 你算數了 任由他 然後有一個人給他一件衣服 他穿千萬不要 現在你給他一件衣服 他穿令到俄羅斯更加生氣 到時搶了這件衣服 是不是這樣 和平之旅 此換來西方國家 更加看清中國的本質 這次真是得不上身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非創 台北安天娜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